什么千万粉游戏主播直播间公开威胁我 我是零七号设计医生 再次接到粉丝的视频读告 说到校长骂你 不可能骂 咋说人家也是个大主播 骂我 我不信 来咱们看一下视频 真的零七 你都在我面前啊 说实话 我粉丝给我寄了一个砖头 我拍死你 我生日那天给我寄了一个砖头啊 还有一个粉丝给我寄了一条警棍啊 如果零七在我隔壁住着啊 我晚上直接倒气 我把它给烧了啊 他出来坐电梯 我也坐电梯 我直接拿砖头拍到后脑勺 给他脑勺给 这算啥 公开叫嚣 还是公开威胁我 如果我住在他隔壁 他就要拿砖头拍死我 拿汽油烧我 而且这个砖头还是粉丝寄给他 这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我觉得吧 这种事呢 就不要牵扯你的粉丝了 作为一名游戏主 我粉丝高达几百万 开着直播在直播间说出这番话 这人是怎样的一个人 大家懂得都懂 我感觉他对法律是一无所知 而且呢 还毫无格局 记住 我007号可不是你的NC粉 更不会被你给洗脑 你开科技了就是开了 证据都摆在那里 而且我做视频从来没有指名道姓 更没有在视频里辱骂威胁过你 我在视频里强调了很多遍 对事不对人 我只是看不惯开科技的行为罢了 我视频里陈述的都是事实 当然如果我说错了 你可以用证据来反驳我 然而你并没有 反而是在背后甚至直播间公开威胁辱骂我 什么拿砖头啊 拿汽油呀 这些话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说出口的 而且你的直播间充斥着大量的未成年 你说出这番话 难道你在直播间教自己的粉丝如何犯罪吗 就算你是在开玩笑 也没有这么开的吧 看到没 这就是某些人喜欢的游戏主播 一个张口就是犯罪手法的人 一个不尊重游戏乱开科技的人 一个满嘴脏话没有素质的人 一个逃避责任不敢面对的人 像这样没有担当 没有格局的游戏主播 你们能在他身上学到什么呢 其他的呢也没啥好说了 好了好了 我是07号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